由六天上皇宿和中华副虎威 作为基盘的理工23 港宾欧虎乐食节瓦东 你好在六天公会等老的店长 现状在这里有欧虎米饰品商以外 还有欧虎籽製作的喜欢 米饰料理高华店店 请您大配面将来参加 港宾欧虎乐食节 好吃又好玩 在这里有很多煎菜瓦东 还有欧虎米粉和欧虎籽 免费品商 第六口气红标识 这段时间的欧虎是最好处的改端 吃起来有更甜有更不宜 六天上标识到中华副虎会结合 在在当年的苏鬼案 还在外团当中 基盘港编乌娱乐食节 人家提供欧虎的经济阶段 更加在这帮助到虎民的生活 这一步带动六天的观光散业 陆港四季红 可以说东方活动 今天迈入最后的一周 我们今天本来 这个港编乌娱乐食节 跟我们中华副虎会 共同结合来反例 我们现场来到很多的民众 可以说要来品尝 我们这个乌鱼的一个美食 尤其到东北季方标识 我们这些欧虎就这样 肥油 来到我们这六港 虎算是最肥美的 那早期 我们六港很多的虎民 可以说为了捕乌鱼 流行的之外 我们吃欧虎五千块 可以说为了捕作 这些鲜的一个鱼 在这个潮汐还没退 他们就把裤子脱了 赶快去抢鲜 能够到四行卖个好价钱 今天肯定 我们中华副虎这边也安排 很多肯定的乌鱼秀 包括现场取暖 还有很多乌鱼的美食料理 欢迎好朋友 可以共同来参与 《地空23港边乌鱼乐食节》 在欧虎米食品上以外 也有欧虎籍的制作喜欢 米食料理到辣店店 我都担担整菜有个老人 我们每一年 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的乌鱼的季节 我们这一次 跟陆港政公所来合办 我们港边乌鱼乐食节 主要是因为针对我们陆港这边 我们的乌鱼 四季跟其他地方有点不同 像我们这个 欧虎籍的部分 我们有肉桃 其他的地方是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每年办这个 就是帮我们的养殖移民来促销 因为一些养殖移民 它真的很辛苦 有时候 那个一条乌鱼 可能要养三年四年才可以说成 然后今天我们在这边 有很多的 包括乌鱼的料理 给各位品尝 然后我们现场还 举办乌鱼的集卵秀 来给我们的游客来了解 看乌鱼怎么集卵的过程 还有一些 包括我们的厨师 在料理的过程都会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表演的节目 希望说我们游客来这边 刚好在鹿港老街这边 我们来体验一下 我们最重要的遗产业 就是我们的乌鱼 乌鱼 六港的第二条件 做出了乌鱼三亚的发展 六港的五色 基本乌鱼肉食节 没有办法 华鱼太多民主 都能不能了解到 并且吃到这个 最美的乌鱼料理 新春华新闻 最两千多杠 彩虹破灯